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机密民调 是来自于偏红的中评社 而且引用的是绿营的资料来源 我想请运鹏兄 绿营会有这样的估计吗 我会跟你保证绿营绝不会有这样的机密 但是会不会有人去讲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它基本上我认为跟中评社无关 它是一个对绿营的善意 所以它的前提就是说 台商回来投票都是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阴谋 前提是这个 那我觉得像绿营这些部落客 他们也不用见钟就认为它有目的 然后也不要认为说 他们因为看不惯是说 去分析那些都说民进党最后一定赢 不管什么样的阴谋 都不会造成输的结果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的 就是为了护蔡英文 然后让民进党好看 而去忽略了现在的理性分析 我只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说蓝绿在估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国民党他们估是说 他们很危险打危机牌 民进党反而说上下都有 可见的现在双方的民调 应该都是民进党小落后一点 现在想办法突围 而不是想办法硬撑那个面子 这位委员我觉得 那个民调要看谁做了 那如果说这个 估票像中平社这种 我觉得大家参考就好了 如果我们各位前面讲 它是红的 那它去写这个新闻 登这个稿子 一定有它的用意嘛 是不是要影响大选或什么的 那大家一定要承认说 我们的选民命啊 有部分是西瓜派 虎起不虎躲 看这边 这边要赢了 那我就跑到这边拿好了 这边就要输了 还回到那边 什么晚会啦 什么什么铺满啦 什么旗子帽子 我通通不要了 那边输的 这种西瓜派有没有 那我觉得大家去估计 我刚刚算了一下 其实距离投票只剩19天 19天 应该算剩19天 那选前10天 刚韵铺讲 10天之后就不能 公布民调 所以最后一波的那个民调 各报一定会做嘛 因为你再不做 后面就不能公布 公布要罚钱的 后面就不能做 所以选前10天的 那个最后一次 能够公布的民调 包括电视台也好 包括汪汪忠实 也有这个民调中心 那一份啊 最重要 那一份一定会做推估 就从支持率去推估他的得票率 那会不会有人被影响 会 我就跟大家讲说会 包括民进党和国民党 国民党是 最近这几年是没有公布民调 民进党前一阵是有公布民调的 都是由陈其迈出来讲个数字什么 可是陈其迈后来有什么变化 一开始啊 他会把那个民调的那个 那个问题跟答案 那个结果发给大家 网路上都查得到 后来陈其迈 他就直接用念了 他不给书面资料了 那最近这一两个月 他连谈都不谈了 为什么 如果以民进党操作民调科技 说我现在赢 我赢5%赢10% 他会敲锣打鼓地讲 为什么陈其迈 他公布民调的手法 已经变成三阶段 到最近都不谈了 那民进党有民调的东西 大家都很清楚嘛 民党也有在说民调 民党就公布嘛 输赢几回输 那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我的研判 是民调不好 民调好我就讲了 就是因为民调不好 所以我就不讲 那为什么 怕肇事晚会没人来啦 怕募款没人捐啊 怕立委跟着崩盘啊 什么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看 这个19天之后的 这个开票的结果 可能啊 可能如果以目前状态 可能是民进党 真的因为民调不好 所以不敢公布 说到这个陈其迈的 待会儿啊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里面呢 他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马总统呢 昨天接受这个广播电台的专访的时候呢 就被主持人问到说 为什么总统你自认你的政绩是很漂亮 但是民众都很无拐 然后马总统就冒出一句就是这 当家三年连狗都闲来形容他的心情 结果呢 就被不是别人 就是被这个陈其迈给痛批了 而且呢 要说呢 这个要就是为这件事情的失言要道歉 不过其实呢 我们后来做了一下研究 我们节目制作单位呢 就发现呢 其实第一 这是一个流传百年的俗艳 就是说当家很难为 而且呢 第二 从古典的像《红楼梦》啦 《金平梅》啦 所改编的著作 都有这个台词 接受广播专访 马总统大吐苦水 执政三年多 让他感触良多 执政啊 总是有包袱 以前有句话啊 当家三年啊 连狗都闲 就是说 这个自己 这个主持 国家政务啊 不可能每一件事情 都让人民满意 马总统自比当家不好当 但听在民进党耳中 痛批总统失言 要求道歉 不过当家三年被狗协 总统可不是第一次讲 我们的市民是陶贵 我们是公仆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十年前 马英九台北市长就职 三周年记者会 就说 尽管当家三年连狗都闲 但市府团队要继续为民服务 他是自我解嘲吧 你们都嫌我 OK 但是做了这么久了以后 真的是难能以面面俱到 所以嫌我 我也没话说 不要说你们嫌我了 狗都嫌我 那没有贬低的意思 我觉得正常的人听话 不会觉得说 这句话说你是狗 你还不会这样讲 其实当家三年狗都闲 是比喻当家做主真的很难 是华人传统俗艳 改编的乐剧《红楼梦》 这句话是王熙凤的经典创词 明朝出版的秀像本金平梅 西门庆也有这句台词 当家三年连狗都闲 从市长到总统 马总统每执政三年都冒出 相同感慨 当家三年连狗都闲 马是台词也是 势中如一 这是黄奸 让你台北综合报道 大老 你先讲 我觉得我们仔细听或看 民进党最近对每一样事情的反应 大概有几一个模式出来 就是非常快 快速 他等不及了 第二个非常狠 还有第三个 他反击的内容 并没有经过细密的思考 还有第四点就是逻辑 这个逻辑有的时候 连我都听不太懂 我这个民进党过来的人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听不懂 当我听不懂的时候 你就时时乱来了 你看他说 他说这个狗都不如 他说是不是把人当狗 不是这样 为什么王熙凤啊 金平梅啊 都一路讲来都始终如一 因为狗性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 三千年的狗跟现在的狗 对主人的态度 是从来没有改过的 所以当狗也嫌疑的话 就是比如说家人啊 老婆啊 小孩啊 孙子啊 通通嫌疑了 狗是最后最中心的 连狗都嫌疑了 在这些家里 包括狗里面 没人没嫌了 所以我就搞不懂 连这个都说是 违背情理 侮辱人民啊 我都搞不懂 拜托你 责了 责了 稍微有一个班 这种语无章法 完全乱了 表示你的心里头已经乱了 这个我们 你看 有人拿狗来做比喻后 我顺着神道老刚刚所讲的 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说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家穷 连狗都不会嫌我 这家有穷 可能狗只要你养它了 它就跟着你走了 狗是很忠心的 所以我们换句话说 这句话其实马仲伯你用这句话 其实比较文言文的说法 我们还有一句话 叫做 不入主中愧 焉之持家之难 就说你从来没有去当家 不知道厨房里面 这个菜拿出来 菜价多少钱 很贵的 不太容易处理的 确实 我想民进党执政过八年 他也应该知道 去运棚也很清楚 其实正后才知道 确实执政的油米柴油 都很辛苦的事情 那这句话有没有贬义 当然没有贬义 除了是俗语之外 除了他自己独创的 独创的 你可以把它张冠你带 否则的话 其中还有一个字叫做 黏狗都不如那个黏 有那个黏字在里面 怎么会把人民比作狗呢 我想没有这样的比喻的 那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口水战 就借这个机会 抓你的语病 抓你一句话 我来跟你扩大 弄成效应 不过变成一个议题 这也不简单 变成一大招讨论这些事情 对 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当然陈其蔓他是主炮手 那是不分区的委员 他当然一定要讲 他如果不讲的话 就亏蔡英文这么挺他 不过我给其蔓兄一点建议 这个是我刚给大家看的 就马总统这些 我认为还是失言 还是不应该 那今天媒体有两句 更差的 他说抹黑我的人实在荒唐 他们水准又很低 搞不清楚状况在那乱讲 他们水准又很低 这话能讲吗 我实在觉得 因为实在很那个 那马英九提到说 这个什么包括胡锦涛 都提到九个共识 这么有办安全的人 都讲的都不算 蔡英文说没有这东西 难道我们是傻瓜吗 这话也不能讲 所以马英九的失言 其实可以出一本大拳 这个大英百科全书 他可以讲大英百货公司 这种运动员讲成动物员 那个太多了 而且在选战最后观点 我讲这些话 其实非常非常不妥 陈其迈 这些话都比那句好 你没有拿这两个去够 那当然 则伟兄我们在那种 大的那种群众场合 有时候人来风 会比较逼合的时候 有时候 现跨过去 现跨过去 他就讲错了 那这个马总统一定要避免 因为如同各位前面刚刚发现 我民调我是赢的 我是现任的 我要连任的人 我是赢的民调人啊 那你去讲这干什么呢 那旁边的幕僚 总统那你就挥挥手啊 谢谢大家 然后就准备往下个行程 你就不要再讲 好你就稳稳算 不要说人家水准很低 也不要说什么 难道我们是傻瓜吗 我想请问马总统 这也是我的结论 这个我们是谁 有没有包括胡锦涛 他是举了好几个 李亚非啊 贾庆林啊 你这个我们是什么 如果民进党做文章说 原来这个我们是指 国民党跟共产党 那马英九 你就很烦恼改遍 自己压下 关键 其实当这个主持人 他问了一个很敏感性的问题 说为什么人民无感 那意思前面应该是说 你做那么多事情 为什么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那马英九马总统 我觉得他太老实了 说单家三年 连狗都嫌 这个算是某种程度 我乍听之下 我会觉得在为自己定调 这些话不宜这样讲 你可以说 我做到老干 让人嫌到老干 就是说 我已经做了百分之百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那至于别人还要嫌我 说实在那也不关民进党的事 民进党跳进来 我觉得陈欣范莫名其妙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俗叶里面有提到连狗都嫌 他用这个理由说 说他马英九讲的不宜 我觉得这个蛮无聊的 陈欣范最近的角色非常突出 包括那个富邦于次宴 要不要打 我听内部讲有两派意见 但是他们都只称说 那个陈欣范他非常坚持 要打富邦于次宴 可是打了两天 收手也灰头土脸 那另外 那个蔡英文那个记者会 当然蔡英文的意志是非常强的 他自己讲爽讲完就走 没有接受记者提问 可是陈欣范他主持这个记者会 他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说 要控制或是安排 你记者会你不可能说 你把记者找来 只是听你念念 然后记者会的意义就是说 你要让记者提问嘛 帮你把记者当什么 帮那个守抄言吗 这个真的很不当的 那至于民进党更莫名其妙 刘亦如已经告了 之前是刘亦如犯错 现在刘亦如 第二次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个理解说 为什么民进党还要再告刘亦如 我真的不是很理解 除非就是说 他的意思内容 他说你问题不会问 对 连这个也要告 奇怪 他连赛书一起告 赛书他有在公开的评论节目里面有讲 讲到内容的部分 宇昌瀚的内容部分 他或许觉得 这个部分有些跟事实不一样 或是他基于什么理由 可是刘亦如先前已经告过 也是同一个案子 你不觉得说 他们现在是一个 就是说膝盖反应吗 有时候莫名其妙 那你很显然看到 马总统他现在是打正机牌 他还是有数据的 譬如说去交通 那个对象的那种场合里面 他就有一番数据 我也是跟惠文同样的感觉 因为我也讲了 在公开场合讲了很多次 就是说切记 去违反一些 我们感受的一个禁忌 譬如说 扫使几个 马云九要传达是说 那我们是有 那个执政的内控能力 我们有静心 以至于说 包括天灾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今年是零死亡 但是你常去拿 那个统治数据说 过去死多少个 现在死多少个 过去跟现在比 现在少死几个 就是你拿死亡的这个人数 往生者这个来做一个 数数的这样一个做法 然后推销自己的政绩 你不觉得 这个也蛮白幕的吗 就是说他的幕来 觉得不妥 也是听说有要跟他建议啦 那看到这两天 就是没有在讲了 否则真的是不太适当 远洪兄 这是这个当家三年连狗都闲 站在您的角度 如果说您要打这个文宣 要来反击 来攻击来赢的话 您会怎么做 我先讲一下 刚刚说马总统很喜欢拿 那个死亡人数 通常那是国道高速公路工程局 在做的 你会看那看板 去年九月多少人死 今年九月多少人死 他就说 我交通管理比较好 马总统其实是 这个是多讲了 大家如果感觉不好 也不需要去提嘛 因为自杀是跟新闻有关 如果大家常看到自杀新闻 觉得他人数少 也会觉得现在失业很严重 大概是那种感觉 最近比较没有 他现在有细分那个 车祸跟溺水的 因为国外预报都有提 不是他以前都讲说 那些自杀都是民进党的 而且现在用的是LED 凶杀案 刑案都会报告 都会报告 好 那当家三年连狗都写 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当然是刚刚会 因为光琴讲的说 台语 就是说要做得老冰 像老冰 第二个有点像是说 我坐久就臭铺 就椅子坐久了之后 你也坐不住 但现在会嫌你定地 他还是这样 马总统的意思 大概是这两个的综合 那他原因是什么 他就认为说 施政无感 他也认为说 对于他施政满意度不佳 做一个粉饰太平的动作 我说这些原因是因为 我当家我很辛苦 但是连狗都闲了 所以好像做不好 那我认为民进党 刚才沈医师的说法是说 我们发言人讲的 没有错我们要检讨 就是快狠但是不准 因为如果说你要讲说 他拿狗来做比喻 当然他意思不是这样 因为他是连狗都闲 表示说人也闲了 狗也闲了 我自己也知道 但是你尽量不要让人跟狗 联想在一起的话 民进党有点责任 因为常常这样说 马上狗马上狗的 那是绿营的支持者 也这样说的 那民进党也要说 我们后面不要这样无料 别人有一个酒这个字 不要这样无料我们的总统 这样更衰退 那我认为民进党 在这个议题上面 最好回应的是 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月 但是我们的发言人 都绝口不提了 阿兵的两千空四年 在年龄的时候 同期的满意度比马上就高很多 对 你要讲这一点 就是说你自己做不好 狗子就吃完 我给你做三年 没虎没肉 你当然狗子也给你贏 这样子杀伤力会 所以运鹏我要请你 我要请请问请教大家 马上就说一句说 连狗都嫌 能不能作为他 施政无感的借口 不行 我认为绝对不行 那是借口 而且定调对他不利啊 哪里连狗都嫌 他有那么差吗 如果你做得很好 我相信今天狗 看他那边咬尾巴 这个好对吧 无疑无疑 再坏的主人 狗都不会嫌你 对 你知道吗 真的 我举个故事 有一个真的是无家可归的人 在西雅图住在那个桥下 一个船上 什么都没有 就是狗还在 所以狗不会嫌你的 用这样的借口来说大家无感 我觉得有一点牵强 对啊 但我也补充一下 刚运鹏有讲嘛 说把阿扁那时候 明道跟西南明道做个比较 实在满意度 实在满意度 其实我要说 其实不同时空 这种比较也不太对 也不够准确 为什么 其实人民的感受不一样 在过去阿扁执政人民反对贪赌 我讨厌你贪污贪钱 现在人民知道都七年 比较七年 可是人民不会满足 人民要说我要生活过得更好 我要赚更多的钱 我要经济更好 我要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公平跟正义 人民的要求是不断的要提高的 民众你实在做得再好 民众还会提高更高的要求 所以人民是不会满足的 所以从这点来看 所以两个不同的时空 那种民调张飞打愿飞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比 对 贤耀兄讲 贤耀兄讲说这个是 时空环境不一样 这的确 那我觉得蓝绿也不太一样 我给大家看这个 有台关于宇昌然的民调 隔了将近十天 第一次做的时候 32比30 认为抹黑 那些人会滚黑 我说蓝绿也滚黑 你说你看怎么这样 可是观众们你想想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 在宇昌案 那你觉得蓝军会 我相信很多蓝军会说 马英九你这个有问题 我要强调就是说 对蔡英文而言 绿的朋友 我的感觉 我的研判 对蔡英文非常好 非常宽松 非常宽松 公司啊 公司就你做当宿订啊 公文是你破的 法案是你写的 你推的 董事长是你干的 钱是你赚的 没关系啊 他这样还叫抹黑 天都黑一边去啊 这蓝绿选民的结构 对政治人物要求的标准 我认为是不太一样 除了贤耀兄刚刚讲的 十空环境之外 如果 最后投票一定有输赢 然后还有 还有这么多人认为说 蔡英文在宇昌然是被抹黑的 那我 做卫生我的看是这样 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尾 那我一再讲 我再两句就好 就是说 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啦 如果你们对蔡英文的宇昌然 都是这样的力挺啊 捍卫什么的 那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 陈冲 他也去弄个国发基金啊 现在还有国发基金啊 对 以后蔡英文 就算他执政了 他下面的部会收场 是不是说那我也去弄个公司 最好跟生技业也是有关的 然后再找几个什么 中研院的院士什么的 不行啦 很明显 因为蔡英文这案子是有问题的 至于什么问题我们在研究 可是绿的朋友这样子挺他 从这个民调看来说 还有31比31 这样子认为说 蔡英文是被抹黑的 揭发毙案的 竟然是平手 我对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 当然我是尊重 但是我是很失望的 我来做个结论 因为我们以狗开始 应该以狗结束 所以刚刚慧文的讲法 就说蓝绿两个阵营 对自己参选的态度 我觉得有一边 是比较接近狗 有一边是比较不像狗 这么说 罢了罢了罢了 这个很明显的讲 讲错的话你被骂 不是 不管主人有多好有多坏 我的忠贞度永远在 这比较接近狗吗 不是 谁是这样 我讲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我说 我说比较接近 跟比较不接近 谁是这样 有两边有一边 比较像狗 那总有一边 他是你口中 比较像狗的那一个主角 他讲是忠诚度 接近啊忠贞度 那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比较不论是非 而忠贞度比较强化的 那一边是比较接近狗 对啦 这样子讲 我就可以接受了 就是说 你不要假心 你一直都接受的 一般来说 蓝绿的选民会 比较重是非 我不管今天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是自家人的话 但是你这个做不对 就是不对 那是不是比较像猫 沈医师刚刚讲 沈医师刚刚讲说 狗是很忠实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连狗都嫌 所以我觉得马总统 太太老实 他这句话不能讲 他就跟你不能自己讲 无能败家 后患无穷 不求甚解 你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 你大家三年 难道连狗都嫌不会吗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还是陈其迈 还是民进党 你看那个还是马英九 马英九 马总统他一直讲 120几个国家免签证 可是当美国 对不对 当美国 我们是成为 免签候选国的时候 对 你知道那陈其迈 不敢再骂了 但是他们换另外一个方式 跳进来 要去争攻了 说哎呀 这个东西不是你一朝一夕的 是民进党时期 就在争取的 如果我们做的话会更快 对 那之前他说 哎呀120几个国家 哪有几个是 哪有 大部分人们都有可以去享受到这个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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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会这样讲 没有后来民进党也都是这样讲 民进党也都是这样讲 对 我是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唱衰的时候 就肯定人家一下 因为美美美美国这个免签 这个是对我们真的是很大的一个 这个突破 对啊 让我来稍微wrap up一下 就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 狗的这个issue 或者是猫的issue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不要忘了就是 蓝营绿营了以后还有菊营 然后昨天呢这个宋楚瑜的造势大会里面 还播了一段呢 他的太太陈万水女士 一个非常感性的谈话 据说呢这个宋楚瑜听了以后呢 还这个转身 还好稍微塌似了一下眼泪 我们马上回来